咱们有很多老铁都喜欢吃这个炸五花肉 那么这个五花肉怎样炸 香酥可口 特别好吃呢 五块钱一斤的五花肉 咱们从中间给它切成条 然后把这个猪皮给它去掉 顶道切成厚一点的肉片 重点一定要切得厚一点 接下来把锅烧热 下入30粒的花角 小火慢炒 给它炒出香味 然后用祖传的擀面杖给它擀碎 五花肉中加一勺花椒碎 半勺的胡椒粉 少许的精盐 一小勺生抽 再加两小勺的料酒 用手给它抓匀 准备一个空盆 打入两枚鸡蛋 加入小酥油专用的淀粉 我家的这个小酥油粉 一袋能炸五斤的油 特别好吃 再加半勺食用油 用手给它洗四开 抓至浓稠 如果干的话可以加点水 把这个淀粉糊 或得稍微干一点 像四瓶种这样 然后把这个糊倒油里 给它抓拌均匀 要每一块油都蘸上淀粉 为什么你再加炸油 它都在一起了 那是牛温底了 你像我这样扔里一片 瞬间飘起 哎 这就是六成以上的油温 这个时候才能下五花肉 一锅咱们不要下太多了 要不然它容易沾连 第一锅给它炸至定型 然后给它烙出去 再下第二锅 这样炸的五花肉 它都不炸 最后把炸好的五花肉 一起给它回油 全程开中火去炸 第一遍给它炸熟 炸至定型 然后给它烙出去 等油温回省 再给它炸第二遍 这样炸的五花肉 才能相熟可口 第二遍给它炸一分钟左右就好了 你看这餐有没有食欲 这要是配上两瓶小啤酒 那可老好了 喜欢的老铁双击收藏 感谢大家的观看